共和党与川普切合中 19号华尤刊出该党龙头 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亲笔投书 直指美国撤军叙利亚是重大战略错误 与欧巴马棄手伊拉克同样鲁莽 都恐定伊斯兰国复活 还将让俄罗斯伊拉在区域作大 为指责造势者的逼回 美国媒体必也看穿 纽石说共和党是在自保 想在明年大选时 保住参院刚好过半的微弱多数 直迈康奈近日秘密召集参院共和党人 以详尽PowerPoint解释弹劾总统已势在必行 该党因此必须向选民表明 众院若过谈合参院绝将认真审查 但务必荡下谈合 且勿托至大选年 11月底感恩节前速战速决 共和党内已由愤害转为焦虑 因为川普政府内证实通物案为真的 目击者越来越多 对价关系 贿赂或不正常的利益给付 美国总统在通物案中 是否构成滥权蒙斯的关键 9月中爆发至今 川普始终坚持 会说出用拜登换军员 否认操控乌克兰政府 介入美国内政 但案子查到一半 嫌犯不打自招 一场新闻发布会 瞬间化为公子室 由白宫预算管理局长 转任白宫代理幕僚长的莫瓦尼 17号代总统宣布G7场地 记者会上被问及乌克兰问题 当众说出 总统要他扣住 该国3.9亿美元均援 部分原因是希望基辅新政府 调查上届美国总统大选时 存放希拉蕊争议电邮的 私人伺服器 是否如传言所闻 在乌克兰 特朗普 川普是不是很大幅很乱雅的 never have been, still isn't doesn't like spending money overseas especially when it's poorly spent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drove this decision did he also mention to me in past that the corruption related to the DNC server absolutely, no question about that but that's it and that's why we held up the money now there was a report so the demand fo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mocrats was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he in order to withhold funding to Ukraine 白宮法律顧問聲明稿稱 莫瓦尼說法不代表總統本人 但莫瓦尼當天這句話 外交政治總混文一談 卻是過去一周多位川普政府官員 接受眾院傳喚調查通務案後的一致公辭 均指控總統川普讓其私人律師朱利安尼 介入烏克蘭政策 要求外交單位卑躬屈膝 滿足白宮的政治需求 首位指控者 美國前駐烏克蘭大使 五月遭召回的約瓦諾維奇 稱個人解雇是最好示證 在證詞中表示 不知為何朱利安尼先生 總在總統面前攻擊他 因而自2018年起 國務院屢遭施壓 要求將他撤換 33年老牌女外交官更抨擊 稱相信他並未違規 仍強行頒布畢業證書的國務院 是從內部盡情挖空 壞演員只怕還能輕易地用虛構小說操縱外交系統 第二位指控者 前白宮俄羅斯問題高級顧問希爾接受閉門聽證 指控朱利安尼替總統在烏克蘭實行影子外交 繞過美國官員及外交官 以令總統川普個人受益 前上司已離任的白宮前國安顧問波頓 也早在內部嚴正警告 Bolton reportedly called Giuliani President Trump's personal attorney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5歲高級顧問麥利金 上週主動宣布請辭 16號赴國會作證 稱美國外交官出於政治原因 受部門經常性冷落或虐待 指約瓦諾維奇的解雇 是壓垮他的最後稻草 在他之後做工的 是多位美國現任外交官 最重磅一位 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 川普曾經的政治獻金捐贈著 他告訴彈劾調查委員會 我知道後來才明白 朱利安尼先生的真正目標 I did not understand until much later 桑林 told lawmakers 川普在達拉斯集會上 痛批民主黨眾院議長佩洛西 啟動彈劾調查後 對白宮官員扶爛 扶爛承票 前一日就美國撤劃 順利亞與民主黨高層在白宮商談時 痛罵培洛西是三流人物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主持人扎卡利亞感嘆 通勿案一周來新發展 以令他轉而支持韓河總統 但縱使幾乎所有證詞均指向總統濫權謀私 一個拒絕配合國會調查的政府 形同瓦解美國憲法中三權制魂的原始設計 當年的尼克森儘管知道如此一來 總統職會可能結束 仍舊交出水門案錄一代 但如今的川普 仿若處在另一個星球